歡迎收看第 594 集的巴哈姆特電玩瘋 Nintendo Switch 運動 4 月 29 日發售在 Switch 上推出 遊戲宣傳廣告當然是由大家的最愛 可愛的國民老婆傑依來演出啦 新元傑依可以說是任天堂近幾年俱用的代言人 從健身還大冒險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到最新的 Nintendo Switch 運動 都可以看到傑依的身影 Nintendo Switch 運動繼承了 Wii Sports 的要素 採用飛動Joy-Con 的體感操作方式 運動項目包含了保齡球、旗艦、網球、拍球、羽毛球跟足球 在玩足球的時候 還可以使用跟健身環一樣的腿部固定帶來進行踢球操作 讓你在家也可以全身爆汗鍛煉身體 既然瘋裡有直播這款遊戲 可以來看看實際上玩起來是什麼樣子 到底有沒有真的運動到 本週還有什麼遊戲新聞與情報 一起來看看吧 大家現在都有手機了嗎 暴雪旗下最強的手機遊戲新作 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 講了這麼多年 終於宣布要在6 月下旬在台灣推出 永生不朽身為 暗黑破壞神系列 25 週年重點手機遊戲 目標是要讓玩家在行動平台上 享受獵殺地獄惡魔的快感 但是現在突然公佈要在上市時同步推出PC版 讓大家可以用劍鼠或是控制器來玩 甚至還能夠進度共享和跨平台連線 到時候玩家就可以選擇喜歡的平台 繼續保護你的聖修雅瑞 從原本的手機獨佔變成了跨平台 這個彎轉得有點大啊 永生不朽的全球版是在6 月 3 日上線 但亞太地區的台港澳 以及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地 要等到6 月下旬才會推出 相對的會有專用伺服器 讓各位玩家能夠以最流暢的聘質享受這款新作 如果你在30 天內完成新手教學 還會送僅此一套的赫拉迪姆造型套裝 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 萬人預約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看來熱度依然很高 暴雪是不是重返農藥了呢 《黑暗瘋狂的魔幻仙境》 EA 旗下的經典作品《愛麗絲驚魂記》 在2011 年由上海麻辣工作室推出第二款作品 瘋狂再臨之後 就一直沒有續作遊戲的消息 連開發的工作室都已經關閉了 但這一系列的好評一直都有一群粉絲支持者 祈求 EA 不要乘風這個 IP 再給他一次機會 身為這款遊戲的製作人 American McGee 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2017 年他發起了要開發續作 《愛麗絲驚魂記 庇護所》的提案 並提供給 EA 希望玩家們一起支持 讓這個提案得以被實現 直到最近研發團隊才公開了 當時提案的研發寶典 以影片的形式向玩家展示遊戲的劇情大綱 角色的概念美術以及戰鬥機制和UI設計等等 製作人表示想要藉由釋出研發寶典的內容 讓玩家能夠沉浸在遊戲之中 找回過去仔細研究遊戲攻略和手冊的感動 影片中可以了解到研發團隊希望能夠以虛幻引擎5 開發 保留前作那以戰鬥和解謎為主要遊戲循環的第三人稱動作冒險 吸引玩家去主動探索關卡中的秘密 對於動作遊戲苦手的人也不用擔心 遊戲將會提供多種難易度給玩家選擇 任何人都有辦法輕鬆上手 劇情則會以 PTSD 貫穿整個主軸 總共12 個章節 分別對應愛麗絲不同階段的心境 完整一輪的遊玩時間大概會落在 20 到 30 小時左右 不過目前愛麗絲驚魂記庇護所還在初期的設計階段 也沒有切切的上市時程 只是想到上一次釋出消息是 5 年前 希望不要再等 5 年才又有後續消息啊 最近有不少台灣獨立遊戲團隊發表新作品喔 預定 5 月上市由 Forti-Five Studio 開發製作 剛在 Steam 上公開試玩版的海平線 無盡旅程 Sea Horizon 是一款 Roguelike 回合制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最大特色就是它結合了 桌遊的骰子回合制戰鬥 RPG 式的成長系統 以及 Roguelike 那叢林開始成長的遊戲循環 當玩家開始新冒險時 隨機生成的地圖會確保沒有任何一次的體驗是完全相同的 體驗中開放的故事模式 主要目標是找到並擊敗地圖BOSS 不過想要達到他的所在地絕非意識 不只要考驗到資源的控管 同時還要測試你對於未知風險的策略是否完善 遊戲中有寶石度機制 在地圖上每移動一格都會消耗這條資源 移動的途中有機會遇到敵人的襲擊 該如何移動最少的格子數達到目標地點 正是這款遊戲的核心玩法之一 另一個重點就是回合制戰鬥玩法的部分 玩家身上的裝備就像骰子的閃麵 直出行動點數 再配合所選角色搭配的技能來放招 例如首持盾牌就可以增加直出防禦點數的次數與機率 讓戰鬥看的不只是運氣 更挑戰玩家對於裝備搭配的智慧 體驗版裡還有聚焦於戰鬥的地城模式 玩家將操控三人隊伍 同時針對三種不同的戰鬥方式做規劃 擊敗敵人獲取裝備資源 最終挑戰地城的老大 讓玩家能夠用更短的時間體驗遊戲的精華 相當令人期待遊戲的正式版內容喔 目前在 Steam 上展開搶先體驗的台灣獨立遊戲 Light 黑色小貓與獅逸少女 是由 Daylight Studio 製作的第三人稱3D恐怖解謎遊戲 我們是一隻神秘的黑貓 要帶領失去記憶的小蘿莉 一起逃離這棟充滿謎團和機關的房子 在目前可以玩到的關卡裡 牆壁上掛滿了小蘿莉的照片 密室裡有不明血跡跟奇怪的宗教儀式 還有突然嚇人的演出 玩起來還真的有點怕怕的啊 為了保護可愛無助的小女孩 黑貓等要透過叫聲引導她解謎跟躲避怪物 但小女孩可不大受控 不小心踩到東西發出聲音 或是跑到出乎意料的位置 就會被發現抓走 更別說是容易走錯路摔死 遊戲裡的謎題非常簡單 大多只要解開機關 就能夠順利往下個關卡前進 只是偶爾會冒出黑色怪物想要抓走小蘿莉 這時候就要尋找適當的隱蔽處躲藏 抓好時機往出口前進 不過有的安全處還藏有陷阱 讓你不小心發出聲音被怪物發現 殺得我們措手不及 目前玩起來的感覺整體節奏偏慢 考驗玩家們的觀察力 主要還是著重在恐怖氛圍的營造 適合給想要玩恐怖解謎遊戲的新手挑戰看看喔 提起Square NX 旗下的 Saga 復活血神系列 每一代都以堅實的遊戲性主稱 是不少老玩家心中不下於 Final Fantasy DQ 的RPG 大作 2016 年在 PlayStation Vita 掌機上發售的 Saga 飛紅恩典 《悲色的眼望》 是由系列之父何金秋米親自撰寫劇本 名作曲家伊藤閒志譜曲 推出當時就與新穎的戰鬥系統廣受玩家的好評 隔了這麼多年台灣玩家們終於可以玩到中文版啦 在 Switch 以及 PS4 主機上登場的 Saga 飛紅恩典 《飛色的眼望》 是以 PSV 版為基礎的強化版 不僅加入了全語音 同時也增添各種不同的全新要素與系統 延續了系列高推放度的玩法 從四位角色中選擇一位作為主角 透過根據自己的選擇和行動變化的自由劇本 體驗 Saga 系列特有的多重故事展開 本作戰鬥採用了獨特的時間軸系統 比我雙方會依照行動順序 排列於同一個時間軸上 只要擊敗穿插在時間軸中的敵方 讓幾方角色在時間軸上連結起來 就可以觸發爽度破表的連擊 當然也要小心別讓敵人觸發連擊囉 其他像是閃燈砲、陣型等 Saga 系列傳統 當然也是小不了的啦 或許 Saga 飛紅恩典、飛色的野望 在畫面表現上不是那麼亮眼 但豐富的戰略性再加上百玩不厭的自由劇情 絕對是喜歡老派 RPG 的玩家不可錯過的作品喔 江秉仁遊戲的開發公司Death Sisters 不久前在線上發表會公布的新作 Death Side Club 在4 月 23 日展開了為期三天的CB 測試 電玩瘋也很幸運的拿到了資格 就來看看遊戲到底在玩什麼吧 Death Side Club 採用 2.5D 橫向卷軸玩法 規則大致上與常見的大逃殺遊戲相似 在CB 版本裡開放最多 24 人同場交進 開場前我們可以任選途徑區塊 在獨物擴及到整棟大樓前 擊敗所有對手存活下去 比較特別的是遊戲主打少人數小空間的快速駁火 運用兩段跳和勾索穿梭大樓戰場 技術夠好還能夠來個花式殺人 想拿到裝備與資金 就要透過擊敗各式各樣散步在大樓的突變者 遇到大批雜魚開啟護盾衝衝衝就對了 越大隻長得越奇特的 打到的裝備就越稀有 缺裝缺彈藥的時候販賣機就是你的好朋友 補充資源就要靠它囉 遊戲中還有個特別的玩法 就是能夠擔當戰局主持的Beholder 模式 花費每場比賽賺取的代幣 擔任主持人操控戰局 代幣夠多的話各種怪物、裝備還有事件任你編排 平常被殺習慣了 能夠換個角度擔當操控者就是爽啊 玩家也能夠透過購買戰利品箱 以及升級獲取物品來裝置藏身處的擺飾 Deathside Club 未來正式上市後 還會開放地圖編輯器、計票等功能 有興趣的玩家請多關注官方消息 說不定還會有測試的機會喔 目前沒有中文化 但還是備受歡迎的實況野球系列 最新一代E Baseball實況野球2022 在Switch 還有PS4 上推出了 這代主打劇本量龐大的成功模式 讓我們可以在三間學校中 體驗不同的養成玩法與故事 目標當然就是打入甲子園啦 在實況野球高中篇 你可以與三條不同路線的宿敵彼此切磋 藉由訓練和賽事養成你的角色 盡情體驗漫畫般熱血的高中棒球生活 和各種有趣的事件 在青春學員篇裡 則會有獨特的熱血青春職 鍛煉棒球之餘 還可以跟你的馬騎們一起進行燭火鍋 競選學生會 參加演唱會等各式各樣的青春活動 當熱血和青春職達到Fever 時 就能夠大幅增加訓練的成效 服務正業也是能上甲子園的啦 牽匠高中篇中 可以體驗到世代交替型的玩法 有你扮演的隊長 將可以在特殊的隊長圈中 設定與你契合的成員 藉此增加訓練的效果 但填入越多的成員 則需要越多的隊長職 還得要在社員需要你的時候 參與他們的訓練 讓彼此契合的成員一起努力 才能有效養成 每年都會有新的隊員加入和隊長輪替 玩起來其實挺像熔冠之類的經營模式喔 這次的2022 年版 更新了今年的球員名單 My Life 我的生涯 熔冠9 和錦標賽等模式 都追加了不少新的要素 如果想要口袋版那樣鏘的劇本 你可以在祭典模式中玩到 為了血耗對戰的玩家 遊戲也追加了實況樂園這個更輕鬆的線上對戰模式 分量充足的 E-BASEBO 實況野球 2022 要打個一年看來不成問題啊 本週電玩瘋有推出 2022 第一季嚴選 20 款好評推薦獨立遊戲的影片 除了大作連發 今年也有許多亮眼的獨立遊戲 點開影片來看看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訂閱電玩瘋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再見囉